我想问您的问题是 当觉知到自己有负面情绪或者是我慢产生的时候 很容易陷入自我打压的一种状态 那反观自我和打压自我有什么区别呢 反观是回来看清自己的真实的面目 自己的优点有哪些缺点有哪些 那是要回来进一步如实了解自己真实的存在 是什么样子 是什么状况 什么样子 所以反观是要去找出我们内心那些存在的不好的念头观念心态 就好像要进行所谓深层的心灵的扫毒 电脑扫毒 你说反观跟什么对比 反观自己和打压自己的区别 所以你看反观你要会应用会应用的话 他就是正向的 正向的来对生命进行清理 进行扫毒 有什么不好 没有不好 像我们现在这部电脑 你感觉电脑这样运作起来怪怪的 有问题 因为他有中毒 所以我们进行深层的这些扫毒 让他恢复正常的功能 这样不是很好吗 那个打压 打压就是你不爱护这个电脑 没有维护他 现在他出现一些状况出现一些问题的 结果你又捶他 揍他 没有进行扫毒 没有去反观自己的问题 结果你又去责备他 揍他 好了 那这个电脑往往会变成更坏 更不好用 打压是这样的情况 这样知道吗 这两者是不一样的 就像我现在再举个例子来讲 一个人开车 开车 他跟别人产生一些碰撞擦撞 这个事情 最初因为是比较小的事情 没什么 那再来 没多久 又是出一些交通事故 又跟别人有一些碰撞 差撞 好了 来 什么叫做反观 什么叫做 那个 打压 你 你如果开车 容易 或是 甚至几次跟人家碰撞 如果会 我们现在讲说打压的情况 打压的情况 他觉得 怪天怪地 怪别人 怪什么 怪东怪西 到后面就怪这个车子 然后就觉得 你甚至还会责备这个车子 烂车子 所以那种打压 他就是不断的怪东怪西 那你这样的 投入更多负便的能量 这辆车子 他没有错 但是你变成是责怪这个车子 然后不爱护他 好了 这是所谓打压的情况 如果是这种情况 他因为积累越多的负能量 所以后面 越容易出事故 再 一个会进行反观的 他就会从 为什么我前一段期间 跟人家起一些插状 为什么后面还会再有第二次插状 他会从中去反省 检讨自己 我哪里出问题 我是不是太粗心大意 我是不是这样吊了铃铛 没有专心开车 我是不是 这样胡思乱想走神 他会从里面去反观还行 还有去检讨 自己有时候太大意 没有住一些死角交叉路口 或是在乡村 村镇 人口不多的地方 他就太大意 以为没什么 然后就一直的快速前进 但是乡下很多人他就是缺乏安全意识 所以他只是会开车出来 那你没有危机意识的话 你很容易就在那个没有红绿灯的路口 人家突然出来 你一下子反应不及就容易 擦装 所以就是要从我们过往所产生的一些摩擦冲突痛苦之中 我们去反省我们哪里做的不理想 那是找出所谓有错误的 有病毒的 加以改进 那你反观进化改进 你后面就会越来越好 后面就会从那些挫折失败中 学到的经验 学到的教训 学到的智慧 你后面就会 逐渐改进 就会越来越好 打压就不一样 打压他就是 没有去找出真正的原因 就是在那里 懊恼责备 怪东怪西 怪天怪地 怪祖宗 像这样于事无补 或是甚至有的人又是在那里怪命运 怪什么 那个于事无补 而且给自己又不断的添加负面的能量 这个就是 打压跟智责 跟反观 不一样的地方 了解 OK